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P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启抗疫聘经济反网部 好,今节我们就讲下这个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一向都比 欧盟觉得它是反骨仔,为什么呢? 又跟俄罗斯关系不差 亦都跟中国关系挺好的 甚至今年还在中国那里得到很多 军事装备,当然这些军事物资军事装备 是之前已经有订的 现在就是今年交付 不过 这个 欧盟的大佬德国的总理索尔茨 就骂这个塞尔维亚,叫他小心点 要紧跟欧盟的脚步,但是 当然这些东西之前已经订了,难道不要吗? 中国的装备是价廉物美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欧洲国家 或者这么说 西方国家经常说 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是一直都不相信这件事 一直都不相信这件事 为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 他经常都说 有民主自由,但是他经常 拿一些 舆论 来兑你,给你压力 这次 塞尔维亚 亦都在西方的舆论压力之下 还有就是欧盟的压力之下 他们就说 会找俄罗斯 石油的 replacement 即是代替品 将来也会漸漸地放弃俄罗斯石油 因为 塞尔维亚怎样都好 都是一个欧盟的候选国 当然他们国内对欧盟的期望都低了,但是 用了这么多年时间 去等 是否应该立即走呢? 又或者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们计算数 都是停一停,想一想,或者等一等会好些呢? 我们也看到 塞尔维亚总统没有契期 他也接受了媒体访问时 说 欧盟不想听到 塞尔维亚自己 判断 是否实施制裁 也不愿意 中国和俄罗斯 跟塞尔维亚有关系 当然 这位塞尔维亚总统也算挺勇敢 他就说 请欧盟理解中国和俄罗斯 对于 我们塞尔维亚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他 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说 很多欧盟国家 现在 根本等于跟俄罗斯直接作战 或者直接开战 他就说 最少16个欧盟国家 要求塞尔维亚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不愿意考虑一下 塞尔维亚 现在什么处境 也不愿意理解 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塞尔维亚来说 都是相当重要的 他昨天就向民众说 说什么呢 就是自己参加了23号的 欧盟 西巴尔干风会 当日 欧盟27个国家当中 有16个国家的元首 或者政府 的首脑 直接或者间接地 是说了塞尔维亚参与对俄制裁的必要性 就是给你压力 西方不是常常强调要有自己独立思考吗 现在塞尔维亚独立思考就觉得 制裁俄罗斯不负合他们国家利益 没有契机 他就说 在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问题上 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也说 我们塞尔维亚人知道 这些欧盟国家当中 很多人对我们 是很生气 欧盟很多国家 现在无疑是等于 跟俄罗斯是直接开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向乌克兰 是运送榴弹炮 坦克 飞机 另外一方面 有没有人倾听一下我们塞尔维亚 1999年的时候 即是塞尔维亚的前身 南联盟南斯拉夫 被北约轰 还令到 中国是有人命损失的 当然塞尔维亚总统就露斥 当时99年的时候 有没有人想过塞尔维亚的 领土完整性 不过对于 他们来说 已经是完了 当听不到 欧盟和北约 那真是 欧盟和北约真是很少说 除冲 真是很无奈 除了这个受害者 塞尔维亚和中国中国的受害者 大使馆这样被人搞法 亦有人牺牲了 很契奇作为塞尔维亚的总统也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塞尔维亚的立场 是 非常的 坚决 而且塞尔维亚是很困难的 完全不容易 他们不听我们塞尔维亚人说 我们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亦都知道什么时候和如何采取行动 以及 实不实施制裁 亦都是我们的 独立决定 而且 独立作出决定是很重要的 塞尔维亚人 要求在这方面 得到尊重 但是 欧盟国家从来都不愿意 在我们的角度去理解 中国和俄罗斯 对于塞尔维亚这个国家来说 是挺重要的 武契旗亦都说到中塞合作 就是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 就强调 在 五千人 没有面包的状况下 中国企业进入了 博尔 铜矿 和 施煤代雷鱼铁铐 厂 为塞尔维亚人提供了很多帮助 所以塞尔维亚是寄恩的 当时 谁是塞尔维亚 所以我们中国人 就是这样 你想想 再困难的时候 阿非拉美国家多困难 中国也是自己没得吃都被人吃 当然 西方说得很漂亮 但是 那么多年的殖民 为前殖民带来了什么 贫困 饥饿 大家这些都不用说 当然 武契旗亦都是说 在 23号的 欧盟 西巴尔干峰会上 他就说 在过去四个月里 欧洲媒体不断 大力地报道塞尔维亚 负面消息负面新闻 是这样的 免于控告自由骗人的 这些 从来都没有 他喜欢 你的时候 就捧得你很高 不喜欢你的时候 就踩地露地底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昂山素姬 我没有说错 俄乌冲突之后 大家知不知道 欧盟的媒体总共是发表了 2692篇文章是关于塞尔维亚 每一篇都是说塞尔维亚 和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合作项目 是危及到整个欧洲地区 欧盟旗 就说 你们有没有看到任何在欧盟国家 为他们的谎言道歉过 那当然没有 他就是 有些东西 风吹草动他就说到大一大的 我都说过 我亲戚就试过很多次 在西梅当中 如果你无罪的时候 他们从来都不会为你 说公道话 从来都不会说 他没有罪 不要再说他 没有的 从来都没有 所以 武契奇也很生气 昨天武契奇更加 蔡尔维亚 仍然 走在欧洲的道量上 因为是欧盟的 轮后国 或者是候选国 欧盟依然是塞尔维亚最重要的伙伴 所以政治上一定要理性 至少要冒实 现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 最冒实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中间一些 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等等的西巴尔个案国家 其实很多年前已经成为了 欧盟的候选国 但是现在还未加入欧盟 当被问到 怎样看乌克兰 和摩尔多亚 获得欧盟候选国 是否公平呢 那么塞尔维亚总统 乌契奇 政治一直都是主导 和是关键 对于摩尔多亚 乌克兰 尤其是乌克兰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都被人告诉我们 他们不需要一个新的塞浦路斯 但是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有四到五个塞浦路斯 即是告诉你 政治一直都是主导和关键 好像欧尔班 即是这位匈牙利总理 他也说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和一些在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相比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做的经济准备 比他们好得多 但是谁在乎 最重要是政治有利益 即是指欧盟 我也觉得是 当然 塞尔维亚 他们最讨厌是什么 就是被人逼他站边 因为 几天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他就呼吁塞尔维亚在俄乌战争上又是这么说 麻烦你 是要 选哪一站 那塞尔维亚的内政部长 武林 他就作出 尖锐的回答 冯德来恩 其实就是 跟 奥地利媒体说 布鲁塞尔 愿意看到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但是贝尔格尔德 就是 塞尔维亚的政权 要证明自己和欧盟有共同的价值 并且否定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但是他在联合国 是有谴责的 他就说这样 大家 是 去一个地方用力 就是大家一起 打 这个俄罗斯 他的意思就是 塞尔维亚的 内政部长就说 塞尔维亚在历史上 经常是受到威胁 和经常被人 落最后通牒 在二战当时 德国就发出最后通牒 之后 几百 名塞尔维亚人 就是 没了 离世 问题永远都在那里 我们究竟站在哪个那边 塞尔维亚应该站在自己那边 为自己国家 的利益负责任 和站在历史最好的那边 这个亦都是冯德来恩 小者 的人民和欧盟大多数没办法 自己可以赚自己的地方 因为当时 塞尔维亚 的领土 都是被人轰 就是北约 所以塞尔维亚就很大声地说 对于我们国家 领土的完整 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当时就被 北约轰 他也提醒 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 要尊重国际法 武林亦说 每次的最后通牒都是一个条件的开始 然后又提出其他条件 之后就没完没了 难道只是制裁俄罗斯就可以了吗 只要承认科索欲独立就可以了吗 谁来保证我们 不会被要求 给武器 乌克兰 或者 甚至叫我们参与俄乌战争 我们对于俄乌冲突深感遗憾 但是不想捐入其中 这件事是对的 不过这样说 现在你这样说当然是政治不正确 他也说 而我们 满足所有条件 可能 已经是2033年才加入到欧盟 戒时 我们 才会跟欧盟 更加近 当然 现在欧盟 将乌克兰纳入 做候选国 其实都是比全国欧洲一个很大的难题 现在 莫尔多瓦 和乌克兰成为了候选国 令到目前候选国有七个 即是欧盟候选国 后面还有积极争取的 格洛吉 27个 成员国的欧盟大家庭 对于欧盟的扩张来说 有些人很期待 有些人就很伤害 欧洲理事会 在之前的 欧洲峰会 就会 宣布 这两个国家成为 成员国 现在就宣布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一定可以 想不到格洛吉瓦不行 对于俄罗斯的行动 有些人就觉得 比 乌克兰和他的 轮角 大家都是 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的摩尔多瓦 欧盟 候选国身份 是重大意义 亦都确立了 欧亚地缘政治的新版图 另外一方面 虽然距离完成审查还有很多年 但是 亦都掀起了欧盟 扩大整合后的 种种难题的讨论 第一个 就是 令到欧盟领袖 很多 欧洲国家的报纸都说 难以启齿 什么问题 一个字 钱 欧盟 从财务 收支 如果从成员国来看 诗与秀是非常不均的 知不知道整天亚之亚作摩洛哥的 波兰 就是正收入国 就是他在欧盟得到钱 还有匈牙利 还有希腊 但是经常被人骂的意大利 德国 荷兰法国 就是正支出国 这样公平吗 其实 过去为什么英国佬要脱欧 因为他们觉得 哇我经常都贡献你 这帮 看到现在的候选国 多数财力都是很差的 有哪个财力好的 我看不到 因为欧盟 设有每 七年一轮的长期预算的计划 所以 欧盟官员 已经开始担心未来的 财务问题 尤其是对农田的补贴 真的 很多东西要补贴的 目前 欧盟对境内每公顷 农地的补贴 大概要几百元欧罗 一旦农业大国乌克兰加入 欧盟 用 很多年才可以 将农业补贴的 佔总支出七成 降到三成的努力 就付诸东楼 因为本来打算七成补贴 后来三成 但是 乌克兰很大 那乌克兰是农业大国 你先补贴多少 另外一方面 欧盟的最大问题 就是开仙问题 亦即是对 窮国家结构性改革基金 是 够不够洗 未来同样面临同一问题 毕竟 等着加入 欧盟的前苏联国家 前 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很多都是 没什么水 俄罗斯 和乌克兰冲突之前 其实 乌克兰人的人均所得 是不够4000欧元的 是低于现在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人均所得 另外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就是 究竟同盟国之间 是否是志同道合 事实上 塞尔维亚 没有跟欧盟 就算匈牙利 是欧盟国家也没有死跟 匈牙利差点就成为欧盟全面抵制俄罗斯石油政策的半锯弱石 候选国之一的塞尔维亚 当然不会全跟欧盟 当然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旗 甚至 就觉得 因为欧盟国家和 北约国家很多是 重叠的 其实他们觉得 很多 欧盟的所谓 将来的盟友 我估计最后他都加入了 不知多少年 都可能是 当年有份轟他们 他们 贝尔格来得色 也有份轟他们的首都 还有一样东西 欧盟扩大 理应 令民主法治在境内更加巩固 但是有个国家 常常 雅兹亚总统的鬼死感觉 没礼貌 又相当右翼的波兰 成为了 民主倒退的典范 典范引号 法治遭到破坏 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 都被侵犯 按照他的逻辑来说 拥有 民主 对于法治体制 是加入欧盟 资格审查的重要条件 但是成员国 很多都是加入之前做得很好 之后就过桥抽板 选出很多的 不堪的领导人 就像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等等的成员国 其实 收到很多欧盟的寶助 包括波兰 但是政客 就是经常贪污特很厉害 这些状况 欧盟还看不到有什么 具体解决方案 以及乌克兰的贪腐也是很厉害的 我们不可以因为现在他受到战争 看不到一些事实 我们不是黄友也不是陆友 另外比利时的知名智库 布鲁日智库 他们的学者就说 有一个问题也很现实的就是 欧盟 担心越来越难去管治 成员国变得越多 多个乡奴多个鬼 而且彼此经济发展程度真的差很远 政府机构的品质 或者质素 差距很大 令到协调变得很困难 好像德国总理索尔茨 日前提到欧盟应该认真考虑 将共识 决定改为多数决 因为现在是27个国家全部都要赞成 如果好像现在这样 索尔茨就觉得 一个国家一票 否决的话 很糟糕 那些东西通过不了 但是得不到什么呼应 毕竟一呼当关的否决权 对于很多国家 尤其是穷国家来说 当然不舍得 无论欧盟扩大之后的实际操作有多困难 很多小国家 都是增相向 西方靠拢 当然 因为 如果你说自己是 什么民主价值的那些可能能拌到游泳 立陶宛就知道 是不是 我们看到 蔡依娅 其实 和中国的经贸都是合作得不错的 好像今个月 中的时候 中东 中欧国家 厂商协会 就是 和中国有合作的 当然 亦都是 在6月9日有塞尔维亚 商品文化周启动 在宁波举行 2022年 是宁波中国 中东欧国家 经贸合作示范区 启动5周年 我们看到 其实 现在这些中东欧国家 在江浙一带有很多生意 因为很多东西要运回到中东欧国家 除了 塞尔维亚之外 斯洛佛克 想不到 斯洛佛克之前和台湾走得很近 不过这样做生意归做生意 斯洛佛克驻上海总领事 其实都是有参加这个会议 他亦都说希望更多的中国公司去斯洛佛克投资 特别是汽车企业 希望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都希望 他们省水一点 有时候 有些政客就很坏 他们就是要大声地说 好像斯洛佛克 因为他的国会 就有很多所谓有台人士 拆台湾鞋 他们更加大声地说 台湾地区才是我们真正的伙伴和朋友 而且他也 警告过我们要退出 中国的16加1机制但现在又不敢退出 你看到事实上有实力的时候 就不会退出的 我相信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